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原來感覺上和羅博士的觀點都不是差極大 不過也有點差距 如果有一點時間的話 我也想盡量講一點題外話 雖然也很急 今天我剛巧是12月17日 我第一次在台灣出書 這本書剛剛出了 但我還沒拿到 為什麼要去台灣出書呢? 是一本比較嚴肅的學術書 當然是由中文寫的 你想一下 我香港有一個合作開的出版社 我本來問他在香港出版 他說 你這本? 可能香港最多賣100本 100多本 沒可能在香港出版的 你想一下 如果香港要很嚴肅去討論今天這些課題 會有多少人很認真 我想在座已經很認真的 但是你想一下 你今天是來聽一下 你回去會不會跟進這個課題呢? 會不會長時間研究呢? 如果我 譬如我一本書拿下來 港大出版社 香港有很嚴肅的學術出版社 你猜他會問我什麼呢? 大家說呢? 你的 research ground有多大 難道他免費幫你出來嗎? 沒可能 OK 第二個 case 我有個朋友 我不知道大家 這個問題很重要 我想大家 有聽過董啟章這個人 有沒有人 這裏多些 我想港大聽到的機會 應該他回港大的機會 會比較多些 他其實這裏 港大的比較文學的畢業生 他現在已經接近一個地步 就是很快會去提名諾貝爾文學獎 香港有多少人看他的小說呢? 他出了20本小說 全部只是台灣了 一本書在香港都沒出過 同樣的道理 香港是不是很尊重一些嚴肅文學的 大家知道 為什麼我要說這些呢? 其實如果他要回來港大出書的時候 我相信也會面臨不同的問題 就是出版社會問他 喂 你有沒有博士何位 我相信這個 大家明白我在說什麼 在香港來說 現在我們這個學術制度 基本上是應對不到香港的發展需要 那誰能夠應對呢? 智庫能不能夠應對 你想一下香港有什麼智庫 其實報紙每天都會聽到智庫這個字 CY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以前 Donald的那個 智經研究 我忘記了那個名字 遲些曾曾育成主席又說搞智庫 哪個智庫可以回答這些問題呢? 你想一下香港有哪個回答這些問題呢? 再跟著政黨 你想一下現在香港所有大的政黨 又是誰真的正在做這些這些 這麼嚴肅去討論這個問題呢? 你馬上想一下哪個政黨 你有印象是會做研究呢? OK 於是我就想到一個 就叫做新聞黨 也跟他們說了我今天會拿出來做一個案例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朋友過來聽 就是剛剛在兩個星期之前出了他們新的政綱 因為葉劉很認真 明明我後年要選特首 於是我真的告訴你我是銷政綱的 等下我就會嘗試用這個去討論 究竟我們香港如果在說產業或者香港出路的時候 政黨其實在想什麼呢? 但在說之前我還想再說一個例子 第三個例子 就是我覺得他真的會答到今天這個課題 其實主席可以考慮找他 我猜主席都想過了為什麼這麼多八間大學 為什麼我們找我們這幾個呢? 為什麼不找一個教授來呢? 找不找到呢? 這個我不知道 可以問回他 但是有一位教授其實是答到這個問題的 而且他跟港大的淵源是極大的 我相信羅博士 同期中大學生會 我記得 他就是港大學生會的副會長 以及當時的社會派的創始人 所以港大歷史上都是相當重要的 他就是曾樹基教授 但是很不幸他去年已經過世了 我覺得他其實是答到這個問題的 也都是很長時間 我也是很運用他的一些研究的結果 來做一些產業研究 很簡單來說 他在2007年 大家可以很簡單找到他上網 他的網站還在這裡 2007年他最後一篇的學術論文 英文的 他提出了兩個香港的發展方向 一個叫做資源流動論 很簡單來說就是融合 所有的資源 人才 資金 所有的貨物 越流通得自由就越好 這就是香港主流的看法 也是香港政府 譬如經濟學家他們 當然是自由貿易 自由市場是最好的 這就是香港一直以來 所謂的我們成功的因素 但是曾教授在那篇文裡也提出了 其實在 剛才羅伯茨說了 97年之後 由董建華開始 其實是出了另一套的論述 也可以說 其實梁錦松 現在還是某程度上是那個延續 當然不知道他選不選 或者如果他選的時候 他是不是會拿回董那套東西出來 而曾樹基就會叫他做一個本土優勢論 今時今日說本土優勢這個字 其實在政治上大家一聽就會很敏感 我相信曾樹基作為一個經濟學教授 他也不是說我們香港完全要經濟自主 或者是一個閉關自首 絕對不是這樣 而是說在一個大的全球化 全球貿易或者資源流通之下 其實你還可以留下什麼 我們香港是特殊的 是相對於大陸的其他省市是特殊的 上海、北京 是吧 剛才說的 倫敦的時候 其實是在面對同一個問題 我們所謂的大都會 我不是說港道 不是說政治上的自決 純粹是一個大都會的時候 包括紐約、倫敦也好 你也是一樣要去回答這個問題 紐約和芝加哥有什麼分別? 我有什麼本土本身的特殊優勢 他不是純粹跟其他人去做生意的 他是要 某程度上是要 維持到他自己 他不需要靠人 他也可以維持到那個優勢 這樣才是實際上可以支撐到一個大都會 於是我可以 其實回到剛才的一些不同的大產業 四大支柱 sorry 地產業 四大支柱 當然金融基本上一定是國際化或者是 流通的 沒有可能是做一個所謂本土的金融 沒有可能的 這個是比較特殊的例子 但問題是其他的支柱呢 譬如物流 我們現在高度依賴大陸的 工商服務業 當然也是 旅遊 越來越只依賴自由行 大陸的遊客 你想想 上面打個黑痴 香港就重感冒 甚至肺炎 越來越多的跨境流動的 一些這樣的經濟因素 其實是令到香港的支柱 包括剛才說的60% 是越來越 香港本身是越來越有它的優勢 而是越來越被別人覺得你要怎樣 你就要跟著別人牽著你的鼻子走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這條街的金埔和藥房 如果你靠大陸的旅遊業的時候 就意味著你整條街應該只是開金埔和藥房 你其他事情就不用做 那還有沒有一個叫本土優勢呢 在這樣的完全依賴外來的一個給客人原理的情況之下 OK 接著那10%就是房地產 我想房地產其實相對來說 是有它的本土性 就是說 不可能全部樓是賣給大陸人 當然這個 不知道詩先生會不會說 就很涉及雙辣椒 是不是應該減辣 是不是應該我們盡可能給大家來炒香港的樓 這個我想也是和剛才那兩條路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抉擇 當然大陸的水口下來的樓市永遠都很旺 也可以帶動很多的滴樓效應 很多行業都會很興旺 但是這件事情是不是靠得住呢 是不是一定靠外面的水口 你的房地產永遠都不會倒閉呢 這個是有一個大問題 好 時間關係 我回到這個新聞檔 我剛才提到的新聞檔 它的思維 我相信和剛才那一套的主流經濟學家是非常類似的 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他的建議也是報紙 就是用來做報頭 就是說他其實是支持開這個 這個 這個 叫做 鑑屋 其實就是鼓勵香港人 無論你窮還是不窮 都有機會買樓 於是大家就有向上流動的機會了 你窮的話 你可以不要選公屋 我政府借錢給你 借到多少就多少 當然這個就是 20年前已經出現過了 就是 所有當時夾屋的業主 基本上就全部變成負資產 當然 可能很多已經燒炭死了也不行 但是為什麼他要有這樣的邏輯呢 所有人都要全民做業主 其實這個理論 其實這套東西我自己在兩三年前 比較專注研究房屋 或者和地產有關 就是王于漸教授 就是退休的首席副校長 你說沒有教授做香港研究嗎 其實原來不是 王于漸這兩三年出了大量的書 中文書 就是不用計這個 impact factor 不需要去想升職的時候 過不過後委會的 因為他就去休了 不需要再去玩這些 他正正就是鼓勵香港八成的家庭 是有自治居所 阿董那時候是說七成 王于漸說八成 越多越好 那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和所謂的資源流通是非常之大 因為公屋呢 你是賣不到的 你是長租的 你也不會擁有公屋的 於是你擁有那個自治居所的時候 也意味著很多的經濟要素可以流動 可以拿出來賣 可以拿出來炒 於是大家就齊齊發財 我相信這個和剛才說的自由貿易 或者融合的邏輯 是一脈相承的 就是說 所有東西都應該變成自由市場的一部分 人才 所有東西 但是這件事很不幸地 就會變成 那些產業就像剛才說的金舖和藥房一樣 大家一起用純市場商品的邏輯去做的時候 所有樓就拿去炒 根本就不需要再說我們有沒有房子住 就是說 全民炒家的時候 房地產就完全變成了一個刺激經濟增長 但是不需要再說 那些樓是不是需要被人住 你知道大家 最貴的豪宅根本就不是要來住的 要來炒的 這個其實就是經濟學家那一套 或者是 包括現在的新聞黨 那一套理念 背後 它存在的問題 就是當你所有的東西 都純粹是看 那個 投資回報的時候 整個產業結構會走去哪裡呢 就會傾斜了大量去這些 短期來說 好像對GDP很有來 但是長遠來說 你想想 只是賣奶粉是不是香港 就是香港的出路呢 這個就是那個大問題 最後一點 其實新聞黨也不是說 純粹去支持融合 或者是支持一些所謂的自由經濟政策 它同樣有說這個所謂的創新產業 也有說政府是需要去介入 去扶持一些特別是跟科技有關的產業 這個跟羅博士剛才說是很類似的 就是說 你要市場自己生這些東西出來 不可能 於是需要有某程度上去介入或者去扶持 但是問題很不幸 他沒有回答到一個問題 我猜剛才羅博士也沒有回答 就是97到現在回答了 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生出一些新的產業出來呢 羅博士說了一些理由 而我覺得我還會講到一個很直接的理由 就是你想想那些數碼講話會變成什麼 又是地產 當然科學員可能不要變成地產 很多這樣的資金投了下去 最終是給了誰呢 是不是給到一些真的他願意去做創新 或者願意去到 吹傷一些生產業的人呢 或者其實最終也是去回 四大地眼窗 去回一些原有的幾多利益 他去所謂投資一些生產業的時候 他根本就不是為了那些產業 他是為了去掠政府那塊地 或者那些資金 當你還沒解決到這個根本的一個 其實很簡單就是一個官商勾結的問題 的情況之下 我怎麼講生產業呢 我一搞一個生產業出來 就會被人移花節目 就完全是扭曲了變成另一件事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我的答案很簡單 就是如果香港要找到新的出路 不是說拋棄了剛才那90%的原有的東西 而是我是不是一定要 譬如你們畢業 我是不是只可以去四大支柱打工的呢 我是不是一定要只幫李嘉誠打工的呢 我覺得這個問題不是取不取代的問題 而是有沒有選擇 除了五個行業之外 我有沒有第六個行業可以選擇 問題就是這個大都會裡面 其實有沒有一些空間 容許一些另類或者多元的可能性去發生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說 現在當我們所有的土地都是向地產傾斜 當我們所有的教育政策都是向著一些傳統的 大家覺得一些很重要的支柱去傾斜的時候 是令到整個城市沒有了一些可以去孕育一些新的空間 尤其是說土地或者物質的空間 因為你要開店 你根本已經立刻面對貴租的問題 一個新的企業 一個新的行業是出不了 這個才是整個產業的結構的問題 一個最精潔的問題 而這件事呢 你說新產業的時候不去處理 基本上是說不到的 另外最後一句 主詞不咳我 我再說一句 就是同樣地 我們講教育或者人才的問題的時候 也是一樣的 整個大學的體制 整個訓練的體制 現在叫你做什麼呢 尤其去年雨傘運動 當然是不要搞這麼多社會科學 當然是不要搞 不要讓大家這麼有創意 如果有的時候 你們作反就不會聽話了 當然現在當然是講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 你當然就是現在 香港賺到錢的那些 麻煩你乖乖地去做一個技術人才 乖乖地打回那份工作 同樣地其實教育政策 或者直接輸入大陸最厲害的學生 不需要想香港的學生 其實我想怎樣呢 我喜歡 我不喜歡這五行 我可以打第六行工呢 政府採你都熟 政府訓練了你出來 就去佔中 你想搞創新嗎 你想在香港去 找到你自己的夢想嗎 找到你自己的理想呢 採你都熟 因為香港的 無論是原有的產業政策 或者是這個教育 這個人才的政策 都是服務著一些原有的 已經是有優勢的 來下去的那幾個產業 來下去的那幾個大集團 跟著呢 其他人呢 就麻煩你乖乖地收聲 你不要想什麼產業 這就是香港現在面對的問題